大家好 这是游戏废人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缥缈群像礼包该怎么买 但严格来说我现在并不推荐大家科金啦 因为现在的游戏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虽然我自己是有科没错 但因为目前出的角色其实也没有 太多 强到一定要抽到的角色 强到一定要抽的角色其实你靠手抽就可以拿到 比较需要一开始抽到的大概就是牛肉丸 那剩下的像你要玩公本武藏或者是蓝斯洛特 其实可以靠手刷就刷到 所以礼包的必要性并没有那么高 再加上他其实8天登录就有送避重券 所以像我现在8天登录也抽完了 但因为我现在的角色其实已经 还蛮齐全的了 所以我的避重券当然就是重复的 我现在的角色只剩下7支没有而已 那其实没有那些角色我目前玩的也是很顺 甚至就连这一次的活动关卡 其实难度也很低 哈德王我是用火队 一支不死的打过去了 所以真的好像没有那么必要一定要刻金 但如果真的想刻金的话 就这里稍微介绍一下 哪些礼包比较值得刻哪些礼包不要刻 但因为我这里已经买过的礼包 它就不会显示了 所以有一些很值得买 但我已经买过礼包 我就用口头讲的 那首先最值得买的是 美日水晶补充卡 说算就是月卡 为什么这个最值得买 因为它除了给水晶以外 它每天还会给你一把 记忆之药 还有三个 灵魂代币 灵魂代币当然就是万用碎片 虽然一次只给三个 但等于是你抽到了三支一般角色了 而灵魂之药则是可以拿去探索 可以获得世界记忆 但那个获得也是可以获得五星的 虽然几率 不知道是多少 但我自己也有抽到过五星 如果已经买了美日水晶补充卡以后 我还想要买的话 第一个其实是等级礼包 等级礼包因为我全买 所以就看不到 但我可以直接跟大家口头讲一下 首先是等级五开放的 33块台币 可以买到 10年抽 那当然那个就是最划算 因为你10年抽也是要3000 那第二的话是130块 可以买到10年抽加上下值130块的钻石 但这个就可能需要稍微考虑一下了 因为我们在等级20等的时候 会再开一个830块 给你价值830元的钻石之外 还有 三星币重券 如果你是想要去拼三星来补角色的话 20等的礼包会比较好 那前面他会有 台币130块 10年抽券 以及等价钻石的礼包 15等出现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台币270块 或者是300多块的 那个礼包也是有等值的钻石 再加上 角色10年抽以及世界记忆10年抽 所以等级礼包是除了月卡以外 目前第二划算的 另外还有一个礼包 有一点要看个人 就是限购一次的 2690礼包 那个礼包这里已经没有看不到了 那个礼包他是有 价值2690的钻石以外 他还有给你一个 币重三星券 以及400个灵魂代币 400个灵魂代币 可以让你把一个 三星角色升成四星 所以等于就是让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四星角色 那个礼包我有买 我是把牛肉丸先升到了四星 因为升到四星以后 买碎片需要的代币会很贵 现在牛肉丸我就是靠打关卡再慢慢浓碎片 迟早可以浓到买 代币我先拿去升其他角色 那现在我第二个会先升的是 什尔特 如果等级礼包买完的话 那个礼包 我其实不会特别推荐 因为毕竟你目前的角色都可以浓碎片 只是 可以考虑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 快速升角色 再加上他有一个三星币重券 你又很缺三星的话 可以考虑那一个 只限购一次的2690礼包 另外还有一个 我没有买 但比较 特别可以考虑的就是 七天育成卡 七天育成卡可以让素材冒险挑战次数加3 那这个 不是很重要 因为 你就要没有加3 素材 通常不太缺 最主要是地下领域的吊宝量量两倍 地下领域因为它可以达到代币 而这个代币可以拿来换 公本武藏 兰斯洛特 还有阿基米德的 碎片 这三个角色都很强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养这三个角色 任意一个的话 可以考虑买 那一个礼包 但是要买那个礼包之前 请先确认你的实力 已经可以通关 地下领域的HUD 就是你要可以把HUD完全打过 这样子才划算 因为HUD如果可以打过的话 他前四关 每一关是70个碎片 最后一关是250个碎片 也就是总共 可以拿到530个碎片 一天就可以换一个角色碎片5片 如果你买双倍的话 等于是一天有10片 一个礼拜7天 等于你就是可以拿到70片碎片 一开始先用代币升到4星 只有你要快速冲5星 买七天预程卡两个礼拜 就可以把宫门武藏升上去 这个是如果有想要特别养那三个角色 快速冲5星的话 就可以升 那我现在 我现在是没有打算要快速养他们 所以我没有买 七天预程卡 如果这些都买完了以后 还有想要买的话 下一个推荐的就是 等级奖励 那等级奖励它是270块 虽然你要到60等才可以全零 但这个游戏的等级 并不难列 这个跟 新手的 270 4260水晶 比起来的话 刚刚的等级的水晶稍微多一点点 也是4000多 但我有算过 那边的水晶稍微多一点点 而这边的一样是270块 七天登录 它是有给你 10个初级战斗纪录 但这个其实不太重要 大家可以看我战斗纪录1000多个 主要就只是为了钻石而已 但 如果要买的话 等级这个 算是可以优先买 这个60等礼包的话 按照这样子玩下去 应该一个月内一定可以拿完 所以如果要考虑划算的话 当然 这个等级的是比较划算 如果还要买的话 就买这个4260 还想要买的话 其实原本还有一个 就是7天登录 可以有 1020水晶的 那个只要70块 但因为我没有买 它现在已经消失了 如果你新玩家一进来 这几个 算是可以考虑值得买的 其他的东西 我就不会那么建议 去买了 因为其他东西买的话 我个人觉得 那个是 大客才会去碰的东西 包括 像这个世界记忆强化礼包啊 就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不需要啦 然后 这个礼包 非常不划算 我个人 非常不建议买这个 因为它这个你看 830 它有 4500 水晶 这里 它只给你了 3000水晶而已 然后它虽然给你了 1200体力 但 游戏里面 你前三次换体力 一次是80水晶 后三次是120水晶 之后逐渐递增 但一天我们大概了不起换到120 我觉得就够了 你如果以换到120来算的话 总共换到1200体力 你只需要花大概1000水晶而已 然后下面这些信用币啊 战斗基础 其实都没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只算体力跟水晶的话 这个礼包 它的总价值 也才不过4000水晶而已 不如直接从这里买首购的 4500水晶都还比较划算 所以 这个礼包 它虽然只限定一次 但没有买的价值 目前游戏里面的商品大概就是 这些 不过 我个人是觉得 暂时不需要 花那么多钱去买啊 反正我现在就会先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那这一次的活动 我主要是会把 世界记忆给换出来 就是把 受喜爱的勇者换出来 因为毕竟这一张之后 如果你坦要用的话 还是很强 反正我只差26抽就可以换到 目前游戏我觉得最不合理的设定应该就是这个交换PT的部分 不只是活动卡池 连一般的卡池 它时间到了它都会消掉 其实有一开始就有玩的玩家应该都有发现 而且它消掉超级不合理的 它消除掉每一PT只转换成100信用币 这什么鬼100信用币 我们去交换信用币 购买信用币 我们一次是买5万8 只要死水晶就可以买5万8 之后我们花更多的 一次买了28万 你给100信用币是有 屁用 变成现在你抽转弹 除非自认是欧皇 要不然的话 就是一定要拼到包底 跳这个抽角色真的就是完全 只是为了要抽 欧绿斯透斯 结果我在抽到欧绿斯透斯之前就先抽到两只海利克斯 我到50抽才抽到欧绿斯透斯 因为现在这整个游戏的架构 非常明显就是走公主连结 所以他以后 百分之百 其实也不用讲公主连结 这家公司前一款的 Quash Fever 大家就也都只是抽限定 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忍的 玩家 觉得玩起来还不错 那滑转转转买下来 现阶段就是 都先不要抽 等限定开了 再抽 反正按照 这种类型 游戏的尿性 大概 游戏开个一个月左右 差不多就会开始准备出 第一只限定了 大概就是这样子 以上就是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 拜拜